同学们来到操场上 听老师说明如何用手中的平板 拍摄飞机飞过的影像 这里是桃园大园区主委国校 今年主委社区发展协会与学校合作 请来影像工作者教导六年级的学生 如何用平板来拍片 并带他们来到福海宫 猫像宽城大旅圣的社区景点拍摄 目标每个人各剪出一段一分钟的短片 师生也分享了这堂课的所学和心得 我们透过 因为学校他们让学生都很像备有iPad 那我们就是现有的器材 然后透过我们教他如何取景运镜 然后之后的剪接 还有入制跟配乐 最后组成大约 我们希望他们可以有一支 大约一分到一分半钟的影片产生 而这影片的内容是以记录主委 因为主委在最近这两三年就会完全搬迁了 我们想透过小朋友 居住在这里的小朋友 他们的就是说所谓的影像的影像的记录 让我们看到不同于我们大人世界的一个影像 所以在之前你有特别拍过家乡吗 这样录的 没有 没有 那这一次老师有带你们去哪些地方拍 浮海宫 猫像 然后还有拍飞机 对还有那个昆城大旅社 所以之前没有特别走访过这些地区 没有 就走过然后就看一看 学到拍摄跟剪辑 如果之后都会被拆掉 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可惜 会啊 那你会不会想要再多记录一下 有带你们去拍哪些地方去站 有昆城旅社 我们可以从后门然后进去可以翻墙 那你有没有想好你等一下要剪辑什么片 不敢 还在想吗 还在想 最早开始推动记录社区的主委社区发展协会执行长 徐耀德表示 面对航空城征收在即 社区在这几年来集体投入记录家乡的工作 而今年与学校合作 是希望能通过孩子们的视角来记录主委 在社区被全部拆除之前 留下最后一带与地方的连结 主要我们社区因为要安全的问题 所以台湾航空城要安全的问题 那有很多主委的东西要记忆 不但我们年长的人要记忆 而且也要给小朋友他们有一些记忆 由小朋友他们自己的观念 去将主委的家乡 能够用他们的iPad 去将家乡录起来 做成一个影片 加到我们要做的记录片里面 这样的情况之下 那变成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构想 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方向 以及年轻人有他们所要取舍的地方 每一个人的取舍的地方不一样 所以我们希望是用老中少这样的 把自己主委这个家乡能够结合起来 要变成我们一个很好回忆的一个纪录片 桃圆市大园区竹尾里 作为桃圆机场扩解第三跑道的预定地 将会全力拆除 因此社区积极做保存记录 并预计在今年11月 发表一本新的文室纪念册以及纪录片 其中纪录片便会收录 这次学生拍摄的短片 呈现老中青三代回看即将消失的家园观点 记得刘宇晴桃园报道 好 好